來 教授 你剛好說你還有剛才過得到 比較特殊的 比較特殊的 我所謂的 最特殊的 一般他們這個都讚的 這個婆婆這個都讚的 這個公公這個都讚的 我剛才這個是 她又算離婚了 本身她的婆婆又是上流社會 都參加什麼西亞婦 什麼婚的 有錢的 以前都要去見到的 去買法拍婚 去買才有錢 結果她的心目中 可能都在錢為主的樣子 有那個感覺 所以這個媳婦帶來之後 也是跟生一個藍藍藍藍主 好可愛 結果也不懂 他也不聽 也是這樣 每天就這樣大小聲一直 也不聽媳婦 不聽媳婦 這個媳婦本來女后主節目 也都開始歐歐 歐歐 他會很嫌 歐歐就是人沒有好 反正要跟你嫌就對了 結果他這校生 還有一個女生 帶到這個禮婚 做婆婆的打婆婆 我要愛他出 這是悲哀的 這是很悲哀的 還說怎麼樣你知道嗎 處理後那天 處理他做什麼 咳咽米 整間 整間店都咳咽米 他這個媳婦都給他 灑鹽米 灑鹽米 這是什麼 驅邪 還躲回來 要拿東西 剛才鹽米那麼多 他們老公說 媽媽他 他就知道 處理後 結果他們這個鞋子 還到第二 像是你講的 那個眉毛長在上面 那個骨頭 真的嗎 真的 多壞 多壞 兩個大前替光雞 他們這個大雞 都在裡面 房間這樣翻翻球 做東西 做什麼大小小 要給他刮刮處理 要刮這個神魔術 要刮這個神魔術 叫他們鞋子 不然一定要 打神魔術看 然後 他就說 他家也好 沒辦法鞋子 在外面 在外面 他還要 兩天前 整到外面 就給他刮出來 刮出來 跟他還刮鹽米 整間還刮 因為他還要 看小孩才知道 這是第一個神魔 這個 叫我這樣說 再來 現在還交了一個外籃 他這個校船 第三個 這個外籃 外籃 外籃 都要買很多菜 很多東西 煮一煮 吃一吃 吃不完 拚掉 不然叫一些外籃來吃 來自來吃 不然就包去工場 對 他們這些 大家如果回家 你也知道 搞一個英雄也多 回家去便宵找 去看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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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外面可以 就希望嘛 什麼 回波爐 黑白床 有時候再看一看 再說了 他像是信婚 信一個 他們都叫他老叔 老叔說 從江頭的 跟媽媽 什麼有的 他就關起他 他如果拔書叫 回來就整間 班間 風向隆街 再說了 叫人家 青棕 紅衝殺 這種人還要很少人 其實問題是 就已經第三個太太了 沒有娶 就那個禮婚你都倒進來 現在跟這個外男朋友還在倒 也許問題出的婆婆 對 應該是這個婆婆 婆婆生活都盡量 我對婆婆 不是 我對我兒子 假日外的再談戀愛 那我絕對不肯 你說什麼 就不容許他談戀愛 就是你兒子如果外衣 你就是罵兒子對不對 因為你假日這個老婆不行 那當然可以這樣子 他很好 那又生了小孩 小孩可愛 你婆婆不介 但是他們公公真愛這個 但是他們怎麼離婚 不是 我講很多道理給兒子聽 尤其我那個老婆 他一直在聽懂 他譬如說是彰化公主 一直在聽懂 你學得不能外交明腦 搞明腦以後 你是婚姻什麼破裂 就是交得很遠都不能聽 所以如果兒子有外遇 你會把兒子趕出去留媳婦 還是會怎樣 不要化解 要化解 要化解 乾脆就還等於他們婚姻破裂 那怎麼化解 要化符嗎 還是要吊什麼符 不是 不是 國民不相信那個 我們是言語 道理講得聽 還有你愛不愛你的兒子 要不要這個家 這個家到底打得不好 還是老婆拖延嗎 沒有啊 當然你這個外遇這個不可以的 有時候可是兒子這麼大了 他們的感情世界 你怎麼會知道 到底出在哪裡 怎麼會不知道 參與觀神這個 對在一起 當然知道 但是我兒子他會 這個答員他會堅修 我不是說居士泥 我是說有時候就是 是大人要怎麼去觀修年人的感情 其實很難 對不對 不是這樣 你管就是說 他們感情會有問題 有時候不是父母親所能理解 所以像有些狀況 你這樣去分析 這個到底是誰的錯 如果是媳婦的錯 那你這樣做 我們是贊成的 這跟你講的 但是如果媳婦沒有錯 很乖巧 待小孩也很好 尤其甚至小孩也很可愛 我講得到就是這樣子 他偶子錯 結果他不怪他偶子 那你現在管兒子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地雷 媳婦如果太戶娘家 然後兒子如果太戶媳婦 婆婆也會很痛苦 甚至於我都不知道 這是真的還假的 有個網友說說 他從小是擔心家庭長大的 所以跟他媽媽相依聞命 但是他的準婆婆 就是因為才訂婚而已 就是準備要結婚 然後準婆婆說 因為你媽只有你一個女兒 可是如果你媽以後有什麼事情 是不准搬過來一起住 這個條件你要答應 你才可以跟我兒子結婚 結果他男朋友也認為說 他應該要答應他媽媽的這個條件 就這個網 這個留言的這個網友 立刻跟這個男友分手 婚也不結了這樣子 對 那婆婆是認為說 話要先講在前面 可是對這個女兒來講 我是我媽唯一的女兒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那真的很為難 可是那就是看你怎麼做選擇 其實我曾經聽過一個很為難的一個選擇 她是後來才知道她是被領養的 她媽媽領養她爸爸是軍人 然後因為媽媽 軍人都常住在外面 媽媽很寂寞就領養了她 領養了她 然後爸爸還覺得說 你幹嘛領養對不對 對 結果她說你先看一眼 看一眼不喜歡你 我就送走 就看一眼這小女孩太可愛了 這個爸爸也喜歡 就沒想到她才差不多10歲左右 媽媽跟爸爸感情不好 媽媽跑了 領養她的媽媽跑了 那被她跟這個養父在一起 然後結果後來 爸爸也是一路就照顧她 拉拔她長大 然後她很年輕就嫁了 嫁了之後 可是她經常要回來照顧這個爸爸 甚至於這個 然後這個養父都已經 因為年紀很大才領養她 所以其實已經都70歲了 六七十歲了 可是就住在醫院的時候 請看護 不要 她說我不要請看護 你就是要來照顧我 叫這個女兒要來照顧她 我養你幾年 你就要照顧我幾年 照顧那種臥床的老人 很辛苦 然後她的先生一直覺得 你有不要這樣嗎 因為她全部都在照顧這個爸爸 所以她婆家這邊 她都沒有辦法照顧這樣 然後她說 她先生說送安養院好不好 所有的錢我們都付這樣 沒辦法只好送安養院 送安養院她就說 我送你這邊我會回來看你 可是我真的要回美國了這樣子 她才到機場安養院就打來了 蛤 她怎麼了 自殺 對 她說你趕走我就死給你看 兩副啊 兩副啊 所以她就這樣子撐很久 然後我告訴你 她真是盡心盡力 她把她照顧到96歲 哇 真的不簡單 不簡單 不簡單 照顧病人真的 欸 這麼脾氣這麼不好的老頭喔 對不起喔 沒有沒有沒有 好怕喔 還可以活到96歲 你幹嘛跟年輕人對不起啊 沒有啦沒有啦 不 就是說你看她就是一路這樣子欸 對啊 照顧這個病人 尤其我這樣理的 我生父 有那個中風的喔 也是跟你一樣 可是她的 我的意思是說 她為了照顧這個爸爸 她的婚姻其實是出狀況的 還好是她兒子很孝順 不然她穿婚婦喔 也是要叫她母子照顧 結果她母子用我哪兒子喔 她這樣中風這樣 照顧這段 還要換她母子先帶的 這樣你知道嗎 照顧她的人 對 太狂氣 對 我又要跟她分析 你拍白人喔 三個半月不睡就叫你 你就要精神 我就來看 喔我剛才六十六 就創衣 這樣還要睡覺 我又叫她創衣 我又要喝一杯 所以照顧的人比較難 對 你知道體力啊 精神啊 心力的耗損有多嚴重 我問這個姐姐 我說你一定要這樣嗎 她說我沒辦法 我是她養大的 這個恩我沒有辦法 對 她就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看她搞不好 她也照顧到五六十歲喔 對啊 對不對 對啊 我剛才話 從二十幾歲照顧到五十幾歲啊 辛苦 來 我們先休息 進行 哇 再高掌 這錢不得 不能在那邊 像我老婆這樣 讓我把它放在那邊